大家好,春奴 旅客回來了,旅遊區很旺 以往有不少公司社團都會安排春冥餐聚 不過今年防疫政策放寬後 有酒樓指生意升了,但消費力明顯減弱 預料春冥預訂五至六成左右 另外有酒樓指受惠疫情政策放寬 私人飯局預訂理想 但公司社團春冥仍在觀望 有酒樓經理說 今年春冥預訂比去年好 但仍未回復至19年的水平 受疫情影響近年經濟環境很一般 有些公司省得就省 過了就算了 並沒有補買聚餐意欲 因此年初春冥預訂未算火熱 只有部分社團機構訂餐 但酒席為數價錢都減了 挑選菜單預算傾向經濟實惠營 如果以前預算五千元 為現在減到三千多四千 不少公司就說經濟差 沒有銀 收入大減 只好不會那麼貴 預料春冥預訂只能呼吸 至疫情前五至六成 但已經很滿意了 人手方面 疫情下沒有裁員 但現時工作量 人手不足夠 經濟復習後 請人就更難 暫時兼職替補 另外有酒樓經理指 私人團年飯 開年飯預訂較理想 基本八至九成本 但企業春冥聚餐的動力未恢復 或受經濟和收入影響 大部分企業還在觀望 不像以往提前幾個月打電話來樓台 另外近年政府對社團的資助減少 不搞這麼多 飲飲食食 所以不少社團 新春期間即使如常設宴 正常擺走 但預算和以往明顯有落差 例如將雄運與豬全體 改為消比拼盤 消費力減弱了很多 不過過去三年 授餐罪人數限制影響 全年訂座率並不理想 之前今年開放算好 肯擺已經不錯 預料今年春冥預訂可以六成本 人手方面經濟剛剛復蘇 需時恢復 目前人手上可應付 不需要急於招聘和 每間酒樓都不同 每間酒樓的定位 有些是做社團 有些是做公司 有些是做高檔 情況有些不同 不過吃貴價東西七、八千 過萬一圍就少了 通常都是三、四千元居多 好,這集體會詞 打算支持我 開數片尾截圖以為馬 多謝大家支持